女人 记住啊 跟她谈及小时候经历的时候 一定要循序渐进 注意观察她的情感变化 那谢谢你啊 这段时间也麻烦你了 别跟我这么客气 那我先走了 好 妈妈 有工具吗 有 这儿交给我了 你把工具拿过来吧 好 早点回家吧 太晚了 不安全 谢谢 给我拿条毛巾过来吧 好 喂 喂 喂 妈 毛巾呢 怎么还没有拿过来啊 嗯 来了 wounded 走 来 好了 水管全都修好了 辛苦了 不好意思啊 来一趟我家还遇到这种事 客气什么啊 易冰的事 你不也帮了我很多吗 易冰是个好女孩 只是童年的时候受过伤 但记住我的话 时间会治愈一切的 好 刚刚在修水馆的时候吧 你的手机响了 我一看他备注是什么领导 我怕误事就给你接起来了 什么领导啊 坏了 都这个时间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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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有事咱们过后再联系啊 没出什么事吧 快点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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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斌 一斌啊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我刚刚那边发生了一点事情 我在这游乐场里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你啊 你在哪儿呢 一斌啊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我刚刚那边发生了一点事情 我在这游乐场里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你啊 你在哪儿呢 不用找了 我今天根本就没去 你回去吧 好 不用找了 我今天根本就没去 你回去吧 你走 你leri 你去吧 贺总 这么晚才下班啊 最近事比较多 当老板就是不容易啊 今天晚上两个人职班 就我一个人 贺总 怎么了 没事 精神点啊 好嘞 您放心 贺总 慢走啊 贺总 慢走啊 木头 我爸他这人就这样 他也是当领导当惯了 他对你这种态度你别介意 我没事 在战里的时候 挨训挨得多了 不算什么 只不过在战里挨训我会改 在你爸这儿 我的想法不会变 木头 我发现你这个 将土味情化的技能才飘升啊 那你要是不建议这个事的话 一脸严肃地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上次你爸爸工厂 失火的事情 失火案怎么了 他不是意外失火吗 你们也在场 这点事我爸能应付 希望是意外吧 但是 就温宜兵在现场的考察结果来看 这件事情非常可以 叶启恒同志 叶启恒同志 请你暂时呢 不要犯职业病 我好不容易脱离我爸的魔爪 送你上一回班 跟我聊点别的好不好 你爸电话 没劲 老爸 闺女 你在哪儿呢 我 我那个跟朋友去喝茶 现在马上回家 这段时间 除了爸叫你 不许你接任何人 老爸 你至于吗 你干脆把我送去溜所得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赶紧回家 赶紧时间 好 好吧 董事长 股东们全在会议室了 嚷嚷着要为公司着火的事情见您呢 为公司赚不了几个子儿 废话都不少 好像是串通好要逼宫 要不我告诉他们 您今天不在公司 要不我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我五分钟内到 好的 我五分钟内到 董事长 董事长 不想要什么 你怎么忘了 你怎么忘了 不想要什么 你干嘛 乖 不想要你的 你不想要你 你怎么要 你说你 你穿了 你 你 您好 辛苦您了 应该坐的楼上请吧 您好 您好 辛苦您了 应该坐的楼上请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事儿 来晚了 怎么办啊 你吵安全了 事故引起的火灾 就把各路神仙都吹来了 玄冥啊 我们在想 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我是觉得 这种大火各方面都有蹊跷 我们还是应该主动请警方 介入调查 对啊 是啊 贺总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你说说 事件发生后 我们已经大大的加强了 公司的安保措施 保安部 也正在积极地调查这件事 就没有必要 请求警方的介入了吧 几位的意见 我都听明白了 我只提醒一点 我们集团即将成为上市公司 一旦警方长期介入调查 那这把火 得烧掉我们兜里多少钱 这笔章 大家都算得清楚吧 贺总 我打断一下 我想您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这场火灾的严重性 上市速度变缓 而且从消防那边 还没有完全定性为意外失火 再说啊 我呢 能理解各位股东的担忧 但无论怎么说 日常经营 也是我贺学明说的算了 这个火灾的事情 也不属于需要股东会讨论的范畴 我会处理好 你们就别操心了 各位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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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入现场以后 第一时间开始救人 但是当时现场十分混乱 到处都堆放了物资 被困人员呢 根本找不到出口 这也给我们的救援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那你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我当时负责外围供水 没进去 真的没进去 要不 我给你讲讲外面的事情 那就不用了 谢谢你啊 我当时就跟在王班长身后 里面一片漆黑 确实看不清 你再好好回忆回忆 里面实在是黑 确实看不清 我真是服了 我跟你们讲啊 仓库里的消防通道 全都堵塞 而且消防设施跟报警器 就跟梅庄一样 不怕跟你们说 我参与了这么些年的消防 只有赫氏集团的仓房 是最差的 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特别的发现 这消防设施这么差 这还不够特别啊 好 谢谢你 没事 麻烦出去叫下一位进来 我就是最后一位啊 好 那谢谢你的配合 好 行 不客气 问了一圈 所有人的答案都差不多 唉 不 还有一个人 上一次 我们烂尾楼演习的时候 为什么会输给钢铁班 你们知道吗 为啥啊 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就是利用这个 把 洗茶 我们过来找你咨询点事情 你们是想咨询 仓库失火事件是吧 你怎么知道的 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 跟我们家小领导在一起啊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 就请配合一下我们 配合可以 但我只配合我们家小领导 哎 小领导 昨天晚上我确实 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 我到那的时候 你都已经不在了 其实 和氏集团失火事件 你有什么反常的发现吗 西城啊 刚才我们已经把 所有在现场 救火的消防人员都问过了 没什么进展 现在就剩你一个 所以请你好好地回忆一下 或许有一个人 可以帮助我们 请进 西城哥 姐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你们在检查 赫氏集团的监控啊 对 田乐 有什么发现吗 姐 我这边 只负责技术方面 数据分析结果的话 是许曼姐这边处理 哦 那个许曼许医生 是这个心理学的硕士 所以她在这方面 那许医生一定会有 很多新的发现了 当然 你们看 这个男的好奇怪啊 感觉一直都在躲着监控走 这就对了 你们看这个男人的位置 整个园区当中 一共有二十四个监控摄像头 只有两个拍到了她 而且都是背面 完全没有正面的图像 这说明什么 她对于园区内部 摄像头监控的排布 非常地了解 你们再看 根据我们的查阅 一号仓库 四号仓库 七号仓库是起火源 但是储存酒水的五号仓库 是最容易着火的 却不是起火源 五号仓库旁边紧接着的 就是员工的办公室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纵火犯只想纵火 不想烧人 或者说 她的第一步 就是想造成 褐射集团的大量财产损失 如果这是第一步 那就会有第二步 看来我现在还得去褐射集团 一切小心 放心吧 小领导 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 舒服的地方 你好好的 就是 梳理一下这些线索 天乐 姐 你给我找个空闲的办公室 等等 我想一想 不用 天乐 你向我不是正好要去参加一个 技术研讨会吗 你的办公桌 正好可以留给你姐姐用 好 那好啊 那我跟许医生 用同一间办公室 怎么感觉怪怪的 什么情况这是 你不用去训练吗 小领导情绪不对啊 你去跟教授部的刘经理说一下 出去那么多的货 才付了百分之三十的款 他们要再不按合同执行 那我们只能上法院去起诉啊 嗯 好的 好 贺总 何警官 你说你这么忙还到我这儿来啊 还是为了案子的事 你先下去吧 来来来 坐 你来的是时候啊 你看啊 来来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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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 此话怎讲啊 根据我们的进一步调查 作案人员很有可能 就是你的内部员工 而且他很有可能二次作案 所以你和你的公司 现在非常地危险 你说的这些 有什么证据吗 正是因为 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 所以我们才来 寻求您的协助 既然没有证据 也就是说 这是你们猜测的 贺总啊 这个案子兴致非常地严重 影响也极其恶劣 事局也是高度地重视 所以还是希望您 能够端正态度 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 我没有不配合呀 你说这件事情 我比你们都急 你们该查的查了 所有的视频监控 要跟我要 也都调给你们了 你说我还能怎么配合呢 那好 那我问您几个问题 请您如实地回答 只要不涉及公司机密的话 当然可以 贺氏集团 内部的保安措施 非常地严密 有没有什么人 能够了解所有的摄像头 和保安岗哨的位置 摄像头和保安岗哨的位置 它都摆在那里 那就看谁用心去记了 你看连我都记不住这些位置 但别有用心的人想记 肯定能记得住 你说是吧 那能不能提供给我 一份当天所有当职的 保安人员的名单 这个呢 这个呢 不瞒您说 我们集团的安保力量 是从出了事之后 才大打加强的 之前呢 确实属于管理 这方面呢 我们做得确实不够 但事实上呢 我们之前 也确实没有 把所有在港保安的名单 都登记在册 那那天是谁值班 那天我也不清楚 毕竟这保安的人数也太多 贺总啊 这个案子什么情况你也知道 您的损失 我相信您最清楚 您好好想一想 在你们集团内部 有没有什么仇人 或者是对你们集团不满的人 仇人 不满的人 没用 有的话我早就解决了 我怎么能等到他去放火 烧我的公司呢 都把您公司给烧了 您就没得罪过什么人吗 我们这样的人 不轻易地得罪人 应该没有 何总 您还真是在江湖上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滴水不漏 呦 何警官 您就别挖苦我了 我呢 是一个生意人 我们做生意的 跟你们警官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要讲原则 我的原则 就是要维护好 我们赫氏集团的利益 看来这件事情不简单 何学明有意隐瞒了什么 你看 时间也不早了 那留下来吃个饭 心领了 您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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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 您慢走啊 都没消失了 总部 大厅 你们小汉 你不不担心啊 什么事啊 你该会想去 你回去吧 别让我说第二遍 好的 那您注意安全 来 张小刚 你 你冷静点 钱带了吗 张小刚 十多年前 我给了你们一笔钱 你还拿那些照片 来威胁我 你就不怕我报警吗 你倒是报啊 你不是自己来了吗 何总 你现在有公司 有地位 有女儿 你有什么脸去报警啊 尤刚 以前的那些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我的确不知道 你跟芳芳是夫妻 别跟我提她 好 我不提 我跟你说说现在的情况 是吗 是吗 我在公司压力很大 并且警方已经开始调查了 我是尽力 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想保护你 可是你也知道 有些事情我是控制不了的 到时候 你弄得自己一鼻子回 我也很难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你这是拿警察吓唬我呢 你根本就没明白 钱我给你了 底 我也和你交代清楚了 我希望你 拿上这笔钱 走得越越越越好 咱们各过各的日子 互不相干 你看行吗 我想想吧 我会再找你 张有刚 我也不是下大的 你别逼我 厕权回来了 请 这是什么呀 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 这是什么呀 何学明给了你二十万 让你走得远远的 以后各活各的 他想拿这些钱把你给打发了 他压根就没瞧得起你 根本没拿你当回事 又强 你这把货放的 何学明也损失了不少 我也没想到 这么多年 我还能出这口气 他何学明给我这些钱 也算是人错了 我还能出这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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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何学明给我这些钱 我俩的事 也该完了 这事完不了 他是想拿这些钱 把你给打发得远远的 自己跟没事人一样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哥 咱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 人活着为个什么呀 就是为了口气 行了 这事你别管了 这事你别管了 天都这么暗了 我饿了 你也应该饿了吧 要不 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吧 吃饭就不用了 我们也不熟 没这个必要 我这儿 除了想要跟你聊聊这个案件呀 还想跟你聊聊李西成 李西成有什么可聊的 走吧 我去开车 是不是困了 要是困了 就睡会儿吧 我不困 就是觉得你这样绕圈子 挺没意思的 那我们就不募圈子 我们就来聊聊彼此吧 有必要聊彼此吗 我没有兴趣了解你 在我二十四岁 心理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 心理学可以让我清楚地 分析每一个人 我就自作聪明 选了一个看起来 对我挺好的师兄 做我的丈夫 你结婚了 不止结婚 婚后这个师兄 酗酒 赌博 还有家暴倾向 我已经离婚了 所以一兵你明白吗 我和你 根本就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对不起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 我跟你说这些呀 就是希望 你不要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不过现在也挺好的 经过这么一遭 我也算拥有我生命中 最宝贵的财富 好 小杨 来 妈妈 还有书包 谢谢啊 王老师 没事 那我先走了 拜拜 谢谢 妈老师 拜拜 小杨 这是妈妈的朋友 要叫人了 阿姨好 你好 要叫姐姐 没事 妈妈 这个姐姐好漂亮 我们一起走吧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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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开 别瞎猜 这泡泡机你家的 别人都不能用 你有心事的时候 从来都瞒不过我 你如果想家训啊 你早就去操场上 做那些综合性训练了 你只有在有心事的时候 才会来健身房的 跑步机上跑 你怎么会有心事 你小的还挺细事 你小的还挺细事 还是赫氏集团的案子 我总觉得 这势力有蹊跷 再加上一兵 发现了人为纵火的线索 我就更觉得 这整个事件可疑了 有点担心 你是担心 如果是人为纵火 可能会牵扯到 真真和她家人 到时候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吧 那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办 我会怎么办不重要 但我敢肯定 你一定会共事共办的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 因为我很清楚 这身衣服对你来说 太重要了 那天我给西城菜药 是因为 他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我那个前夫 酗酒又爱赌博 但因为小杨的原因 他总是找机会来找我要钱 有一次 李西城向我做心理咨询 恰巧遇到了我前夫 情急之下 他才会出手 相助的 原来是这样 你知道吗 那天他向我做咨询 是咨询你 我 我有什么可咨询的 我告诉你这些呀 是要告诉你 能遇到这么一个细致 对你好的男生 挺不容易的 李西城是真心对你好 全心全意的 你不要因为一些误会 错过了他 好 喂 喂 我找何学明 你谁啊 我是他女儿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 我转告他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告诉你爸 事还没完 也完不了 你 你是不是放火的人 你到底要干吗 我告诉你 一会儿园区会有场大火 让他等好收尸吧 喂 你别冲动啊 有什么事儿 咱们好好商量 你不用放松明 不用寄电话 寄我的录音 只工用电话 你寄了也没有 还有 我压根就没想逃 我跟你们家 就是鱼死网破 喂 喂 你别冲动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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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拳拳拳拳ILL 来 珍珍姐来电话了 珍珍姐 要不要接一下 珍珍 珍珍 人家打电话被谈恋爱来的 你接着电话吃这野狗粮 你干什么呀 人家是奔着谈恋爱来的 那集集也能接啊 吃点狗粮长经验 不是那意思 我就想跟 跟珍珍说一声 叶板掌还没洗完澡吗 冯哲 你别听他们那儿吓着 你想接接你的 那你接吧 你在我们之间跟珍珍最熟了 你接 接呀 赶 赶快快接我 算了 记得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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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说回这个案子 心理学终究只是辅助工具 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但我总有一种预感 这个纵火犯和贺学民之间 有直接的联系 如果没有这层关系的话 你想 一般的企业遇到这样的事 肯定会主动联系公安 主动联系消防 而不会像他们这样 一直用这种消极的态度 来处理这件事 是啊 这个案子的关键点 就在贺学民身上 正好有辆车 那我就先走了 你也别多想 早点回去睡一觉吧 好 走了 师傅走吗 走 上来吧 您稍等我一下 我接个电话 好 怎么了 盛真 一鸣 我们家好像出事了 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 好像是事情放火的人打过来的 他说要把我们集团的员工区给烧了 他说什么要跟我们鱼死网破 我怎么办 你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你现在人在哪儿 我还在家 你在家好好待着 保护好自己 把门窗都锁死 好吗 我知道 那个木头那边你能联系上吗 我刚才给他打了好多电话 他不接 他现在应该是在工作 这样 我现在就去贺氏集团看一眼 好好好 喂 小林导 你在这儿里吗 在呢 听我说 贺氏集团发生紧急情况 极有可能发生二次的情况 我现在不会线atro 是我就把你做的事 那么多了 我来问你 没关系 我来问你 没有人 你就是这儿 还是后我说 在家里面 我说你这是一个人忍在 是我的人 我这里 其实联盘的 你等一下 起来 快走 快 快走 快 快 快快 快 快ě 快走 快 快 指 désign了 快 我烧过来了 救命啊 感觉都要他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小心点 小心点 快瞧 走手 走 走 我的腿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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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上面还有人吗 有有有 上面还有人 注意安全 我也要逃生 火势隐重 正在蔓延 是 我们现在正在路上 马上到达现场 我现在通报警方 附近居民反应 职工园区里面 有大量的采钢防 除了灭火之外 重要的任务是要 积极地救人 是 公安那边 也已经行动了 咱们两边配合 如果有可疑人员 立即联系赫然那边 实施抓捕 明白 有人吗 有人吗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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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王后市 engo运进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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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救命 救命 我在这儿 救我 救我 出门家 目测砖墙建筑物百分之四十起火 情况看来很严峻 起火点应该在三楼 所有车辆 多加一根水管 我去找人 大爷 大爷 你别怕 我一定会带你出去 咱们走 你快走 别管我 我 我要去找人 快走 快走 小姑娘 快走 救命吗 快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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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点 小心点 快走 走 走 把这种生意远出来了 走 快 小心点 走 肖宝贤同志 走 肖宝贤同志 来 快走 刚才有一个姑娘 为了救我被困在大火里了 你们赶快去救她 快去 这里还有人吗 有人 有人 风掌 你先把她带出去 我带你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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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爱才可以将黑暗隔离 经历过尘埃风雨 迎来更美影花季 灿烂笑容 在阳光下等你 每首呼唤头有人回应 慢慢感知温暖的气息 那般若然的心 住进一幅墙铁冰 尘埃 勇敢前行 一边 一边 怎样 是记忆中热闹环境的土地 无人踏历经这悲伤 怎么回去 守护着每一点意义 每一随一礼 那怕是一段长旅 我们都陪你 每分等待都迎来生命 Ex Peters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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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来 来 快走 走 慢点 你走 你回走 没事了啊 你先接住 好 快 聚一下 来 小心 好 一银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高姐 那边水管 好 他这根带子 别捲起来 可学明 为什么 木头 什么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配合警方调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是谁 却还在一直隐瞒 现在你看到了吧 你差点害死我们多少人 无话可说了 在你心里钱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消防员和工人的命 狗屁都不是 不是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木头 你别这么跟我爸说 蓁蓁 我不针对任何人 我现在 是作为一名消防员在说这些话 我呢 你不进行过 我一会儿 你哪儿 你又是监责 明者 你不让我来 所以你不让我休息了 你不休息了 我到你了 我休息了 我休息了 水 药已经换好了 让她好好休息 有什么问题再招我 谢谢啊 小领导 好像你遇到我之后 就没碰到过什么好事 上次你伤了脖子 这一次又差点丢了命 我多希望 我可以替你躺在这儿 可能对你来说 遇见我 就是纯属一场意外 而且还觉得我挺烦人的 但对我来说 你就是老天 送给了我一份 非常宝贵的礼物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 但自从看见你的第一眼 我就觉得你特别好看 你生气也好看 你不生气也好看 就连你现在 安安静静地躺在这儿 我也觉得好看 我真的非常非常 哥 嘀咕什么呢 我哪儿嘀咕什么啊 怎么了 刚才都听见了 什么好看不好看 是让你偷提我讲话的 我无意听见的 你这是无意吗 你不就在门口呢吗 这不是 我又不是无意听见的 行啊 你这个臭小子 我的你也敢听 姐 行啊 我要喝水 这 好好好 来来来 姐 我跟你说吧 昨天可把我哥吓坏了 我哥回去换了这儿衣服 连脸都没洗就来了 跟这儿陪礼你一宿 说这个嘛 对了 哥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解说吗 我哪儿有什么话跟你解说 我 小领导 其实啊 一兵 我 别说你昨天晚上会脑了 受伤了吧 我就吸了点烟 没事 我 我 来得 不是时候 你啊 自己知道就好 别听他胡说 有什么事儿吗 哦 我来得不是时候 你啊 自己知道就好 别听他胡说 作为本案的唯一目击证人 我们需要你 配合调查 我接到了贺珍珍的电话 她说她受到凶手的威胁 声称第二次火灾会在 贺氏集团下城东部的员工宿舍发生 所以我当时就马上打车过去了 你是从哪儿打车过去的 我是在一个 叫做许曼的人的家里 你怎么跟许曼在一起啊 我正在调查取证呢 好 你接着说 你到了事发现场之后 你都看见什么了 我应该是看到了凶手 你怎么确定 你看到的就是凶手呢 我与他的距离不到半米 我闻到他身上有非常浓烈的 硫磺的味道 很刺鼻 凶手应该非常了解 员工宿舍的构造 我到的时候 刚刚发生爆炸 第一起火点应该是堆满有沾的杂物间 好 你再仔细想想 有什么细节 大火蔓延的速度非常快 如果现在去找 一定能找到助燃剂的痕迹 杂物间一般没人去 有沾又是极好的助燃物 这说明 纵火犯有一定的消防知识 通过这两点 我可以确定 这凶手 就是赫氏集团 负责安防工作的人啊 嗯 喂 好 我马上回去 出什么事了 赫西兵报案了 赫队 赫队 监控设备都打开了吗 打开了 赫队 咱们又不是审犯人 这么做 至于吗 有些人不举屠刀 一样罪你身重 准备吧 是 队 无论董事会怎么反对 都要保证受伤员工的权益 好了 我还有事 赫总 请坐 何警官 你把我撬到这儿 还真拿我当犯人对待了 何总 审犯人可没这么轻松啊 所以还是希望您多多配合 毕竟这次纵火案 还是非常严重的 何警官 昨天之前 我和你一样 不敢肯定这个纵火犯是谁 我是个商人 不是圣人 换了你 也会比我有同样的选择 可不是所有人 都像您一样临危不乱哪 何时集团承担着 几万人的家庭生活 一旦我们何时垮了 他们将 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怎么着也要撑住了 何总 您此次前来 想必就是想了结这一切吗 十年前 我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 那件事跟这次纵火案有关 那一年 我出轨了 十年前 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 我们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危机 如果没有新的融资 赫石集团 就会面临清盘 我说 五楼偏锋连夜雨 我的妻子也在那个时候 患上了肝癌 大夫 怎么样 你老亲听我说 手术虽然已经完成了 但癌细胞随时都有可能扩散 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核实经济危机严重 我老婆的身体每况愈下 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你干吗呀 想死了你 想干吗 你想干吗 还算了 走 你想干吗你 还走了 走 吓死住一点你 核荣 你别理他 在我最狼狈的那段日子里 我遇到了芳芳 芳芳 是我用来逃避这个世界的 唯一纽带 其实这段地下关系 发展没有多久 爸爸 我已经意识到我错了 我看着笑音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好看 我一时以为芳芳她没有嫁势 直到有一天 她丈夫找上门来 你先给妈妈拍 我们继续继续 下个月吧 下个月呢 我准备带你 我准备 赫雪鸣 张伟哥 你来干什么 你个混蛋是我老婆 你老婆 有刚 谁是你老婆 赫雪鸣 有刚 你别再让我这么傻 我 我们的婚姻根本没有感情 我一点都不爱你了 这咱们不是没理的吗 有刚 黄 黄 赫雪鸣 赫雪鸣 我都不爱你 我生死你了 赫雪鸣这些人来没完 咱俩没完 我从没想过 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结局 芳芳和张友刚 一直是夫妻 但公司规定 禁止员工恋爱 他们俩向所有人 隐瞒了婚事 这件事 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污点 我本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那天我收到了这张照片 那天我收到了这张照片 贺警官 像我们这样的集团公司 安保模式一旦确定下来 很长时间都不会更换的 张友刚在我们集团 做了十年的保安队长 没有谁能比他更清楚 赫雪集团 安保的漏洞在哪里 这是他在植棋间的所有的资料 这是他在植棋间的所有的资料 好 谢谢你的配合 我会派人二十四小时 负责你的安全 谢谢 谢谢 我还是想问哪 到底是什么让你最后改变的主意 一个父亲 即使在外面再混蛋 也想在女儿面前做个英雄 十分钟 把这个人所有资料给我调出来 是 是 局长 嫌犯身份已经确定 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的信息 好 立刻成立 赫雪集团联欢送货案 端案小组 局长 协调下小邦 我们开个会 好 快点 好 我 满 我来电话跟你说 走 根据知情人贺学明的诊书 他收到了一张十年前 和情妇芳芳的合影 而芳芳的老公 曾经在贺氏集团 当过十年的保安对查 是的 通过两次火灾烧毁痕迹和现场证据 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消防知识 现在整局充足 你先可以把嫌疑人重当多远了 真正知道这件事吗 我现在根本联系不上他 老张 疑犯的身份已经基本确认了 这样子该了结了 好 我宣布立即抓捕 连环纵火案犯罪嫌疑人张有刚 和人 你去办 是 局长 何队 纵火犯嫌疑人张有刚 他现在 你话 慢慢说 他自首了 和人 你去看看 好 张队 我也去看看 是 你找死如果在哪儿都没有 什么是 给你看看 agic 你怎么办 喝得太多了 再喝怕是回不了家了 回家 我哪儿来的家 回家 真逗 倒酒 再喝你 佛小姐 您今天喝得这么多 要不然 我叫个出租车送您回去吧 好 那是他嘛 他的事情我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清楚了吗 你应该问他去吧 你这是渣男行为不责任 好 好 后队 带你去 我先进去了 好 奇怪 像是这个人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天乐 在技术部等我 有事找你 我哪儿没好东西 臭男人 臭男人 来来来来 久等了啊 好 你们的菜齐了 慢用啊 谢谢 西城 别忙了 我做的一汤 给一兵送过去 快快快 喂 小领导 我跟张姐给你准备了鱼汤 现在给你送过去 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送鱼汤 谢谢你和张姐 恐怕我没有这个口服了 我现在人在你单位 还是赫氏集团送还案的事 送还案 哎 西城 我不跟你说了 我开始忙了 怎么样 天乐 这道设备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保守估计准处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现在就只等明天做现场对比了 姐 休息一会儿 留我呢 嗯 嗯 警察同志 我能问一下吗 给我贴这个干吗呀 不该问的别问 姓名 警察同志 我昨天不是都说清楚了吗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姓名 张有刚 年龄 四十四 南 汉族 职业 放火 警察同志 我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 火都是我放的 这凉起火放的 现在还不够专业 你给我老实点 警察同志 你别在这儿虚张声势 警察不打人 有什么话 让你领导问 让那里边的人问也行 罪犯心理素质高 去查一下 除了这两起纵火案之外 看他在下场还有没有其他案例 是 兰烟特勤那边的远程信号 已经给了吗 给了 要是 要没震撞 这些不满 有领导战 可以 像是 一枪有领导战 不是 还能进去 几岁 有领导战 能消灭 好 器材 还挺紧的 我专业点说 等绝缘皮脱落 短路 打火 这货就吵起来了 警察同志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吗 张晓刚 所以你也承认 画面里那个人是你 对 是我 我调查过你资料 十几年前 你曾经在赫氏集团的 企业保安队担任过队长 可你为什么要在十几年后 又回来纵火呢 没有为什么呀 就是想放 跟我兜圈子是吧 那我跟你兜一圈 咱就说回这次纵火 放完了火 为什么又回来了 没放够 我还没放 鸡业之风 还在哪儿放呢 一号仓库 一号仓库呢 跟四号仓库是斜最佳 中间呢 隔着一条员工的大道 大家上下班 进出个货什么的 都走这儿 大大旁边呢 是员工的宿舍 生活区 按厂理来说 生活区管控是最严的 因为下班有人在这里边 偷偷抽烟 扔个烟头 但贺氏集团 晚上这儿基本没人管 我想在这儿干点什么呢 还挺方便的 还有 那天晚上 我碰见了一个女的消防员 你说现在这消防员 也够敬业的啊 大半夜的还在那儿查 她们都不睡觉啊 那天晚上你是当事人 她说的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但就是觉得哪儿不对 蓝颜特勤那边有什么消息 她们还在做数据对比 嫌犯的双手一直在摸索 是在给自己不断地 肯定地暗示 也没上批 说明她现在非常地紧张 我要结论 什么时候给我结论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嫌犯的镇定只是表面现象 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隐瞒 田乐 你那边怎么样 队长 现在图像太模糊 难度太大 再给我点时间 监控图像显示太模糊 她的数据比对太困难 再给她一点时间 我不需要解释 五分钟 在主楼放火呀 其实也没那么难 正赶上是工厂下班的高峰 大家都往处走 人多引杂 动静那么大 我就大摇大摆地出来了 后边的事 你们不都知道了吗 张远刚 你明明两次放火都成功了 为什么还来自首啊 第一次 远区烧着了 我就站在人堆里边看热闹 也没人发现我 还都劝我呢 快点走啊 着火了 危险 第二次动静更大 我大摇大摆地出去 也没人发现我 没意思 没意思的事 一直看有什么好玩的 是 局长 该问的我都问了 这小子也都交代了 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结案了 一斌 你那边呢 等一下 怎么样停了 数据对比完了 放火和被抓是两个人 跟我想的一样 这个人和纵火犯根本就是两个人 你们抓错人了 不是一个人 这有点意思呀 局长 可队 鹤氏集团二号运货码头 发生劫持事件 初步判定 被劫持人是鹤学明的女儿鹤珍珍 特警已经在赶往现场的路上 是否请求蓝燕特勤的协助 这次事件兴致恶劣 你也去 并且由你亲自带队 是 我跟你去 走吧 都查清楚了 张有刚有个孪生弟弟 叫张有强 刚从老家到夏城不久 刚刚我的怀疑是对的 这个案子终于要水无石出了 双胞胎协同作案 来 一般人家的协同作案 行程 甄甄被劫持 你休假取消 速赶到我发给你的 救援现场报道 老叶 刚才队里说了 特警部队马上到现场 甄甄不用担心 啊 注意 珍珍 发生名 蓁蓁 站住 爸 张勇哥 你别冲动啊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你放了我女儿吧 谁跟你冲动了 杜鑫鸣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人在做天在看 杜鑫鸣 张勇哥 之前我一直在配合你 你要是钱钱不够 我可以给你啊 杜鑫鸣 你是不是觉得你有钱 钱什么都能买 花钱买女人跟你上床 花钱买别人家破人亡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要是呢 别别别 杜鑫鸣 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 家破人亡 失去亲人是什么感觉 爸 杜鑫鸣 赫学苗 你会啦 我真的不知道 你会没有人的 人家破人 在哪里 你会发生的 我真的想要 你会了 你会玩 我可以玩 你会玩 我还不玩 我会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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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号机器手到位随时准备射击 他既然同意铺设起点 那就说明他武艺上人 还是再劝劝他吧 关上目标 等候指令 张永强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你想都没有 你烧了厂房 你烧了员工宿舍 很多无辜的人 因为你们的私人恩怨而选了进来 包括现在被你劫持的贺珍珍 还有你的哥哥 张永刚 他们也是无辜的呀 这些事都是因为贺玄明 你不觉得我更无辜吗 那你更不应该用贺珍珍 变成你冲动的牺牲品呢 牺牲品 我哥算吗 我们全家都是他贺玄明的牺牲品 你们谁问过 我哥那么老实个人 辛辛苦苦给他干了十年 换来了什么 妻离子散 我妈病重 她为了她干的那些奸情丑事 不让别人知道 她把我哥开除 还诬陷我嫂子勾引他 毁了我家名社 我妈是怎么死的 又怨又恨 这些事谁能跟她说清楚 别说 别说了 都是我造的孽 让我去赎罪 让我去死 我求你 别伤害我的女儿 没人让你死 我今天就要当着你姑娘的面 让她知道她爸有多龌龊 当时为了我妈的救命钱 我可忍辱去跪下求你 你连看都不看 你睡了人家女人 救命钱都不拿 你还算是个人吗你 你 何学名 这些事你女儿都知道吗 爸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们跟他有事 一样 你现在给我跪下 跪上 爸 不要 我爸 爸 爸 报告 金医人情绪激动 请求指令 他不想置珍珍于死地 刚刚珍珍差点摔下去 是他拉住的珍珍 不许开枪 继续听我指令 磕头 给我妈磕 给我们全家磕 磕出血 爸 爸 别 爸 珍珍 快 珍珍 快 珍珍 珍珍 怎么样 快 珍珍 别动 小班长 珍珍 黄特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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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说得很严重 快点送医院 黄特 快走 来 珍珍 走 快 靠下来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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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下面进行会议的最后一项 也是最重要的一项 我向大家通报一下 赫氏集团 连环纵环 在兰宴特勤 和公安部门的紧密配合下 已经正式告破了 赫氏集团 在这次行动当中 七班有限非常突出 经对立研究 经上级批准 第七班容力 集体三等功 赫氏集团 同志们 下面有请 在这次行动中赋伤 今天特意从医院赶来的 七班班长 叶启恒 上台受奖 叶启恒 谢谢队长 老爷 跟大家说几句 好 作为消防员 减少损失 减少伤亡 是我们的天职 这次 七班做得很好 这个讲座 是大家应得的 同志们 我希望大家今后 向七班学习 让我们蓝宴特勤 真正成为 下城的守衛艳人 生命的保护伞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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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没想到 我还能推着你 在这楼里走来走去呢 我都这样了 你就别拼了 行吗 我就想让你放松放松 你每天把自己 这根弦绷那么紧 对自己一点都不好 放松不了 我一想到 我在医院住那么久 我就不适应了 其实吧 你适应适应就好了 打不着我吧 晨晨 来 机长 那个队长有急事找你 赶紧上去 队长找我 找得真是时候啊 你们俩先聊啊 我去一趟 晨晨 你不用太担心我 其实 木头 我这次来 是专程来谢谢你的 你在医院 要好好休息 好好养伤 我想我们两个之间 也可以休息一下了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你特别好 真的 你特别地完美 完美倒让我有点 担心受怕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想有一天 你的这种完美 也是一种假象 我想到那个时候 我会比现在更难看 所以 你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静一静好吗 这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可以跟我聊一聊 你照顾好自己好吗 你照顾好自己好吗 让你来 我还不想一想 你帮吗 我相信我 对我 搞定了 好 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 我一根大宗 你帮你帮我 还击馋的这 爱批评 谁批评你了 你犯什么错误了 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 但每次叫我来办公室 除了爱批评之外 也没什么其他的事了 今天就有其他的事 西城啊 你帮我出个主意啊 你看这七班的班长叶启航啊 要到医院住一段时间 这七班该怎么办呢 这个 我回答不太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啊 假如你是七班的班长呢 假如啊 对啊 假如我是七班班长的话 我一定带着七班好好来 赢过那个钢铁班 蓝宴特勤的门面 不是那个钢铁班吗 但没有人说不能是七班啊 我就是要让七班 变成蓝宴特勤的门面 到时候班长回来 给他站上脸 好 我完全同意 去吧 不是 同意什么 同意你小子当七班的班长 代理的 不是 不是 张队 不过刚刚说假如吗 怎么现在 什么假如 这是组织的决定 必须服送 现在呢 我是口头宣布 过两天呀 正式的命令就下来了 程队 要不组织上再重新考虑一考虑 是我当班长 这不合适 好啊 现在组织就考虑 要狠狠地劈你一顿 别别别 出去 从外头把门给我带上 程队 你至少我怎么选呢 你这 你默契什么呀 出去 是啊 你说今天 钢铁班是不是跟咱们抢枪要不练 不能吧 不能 单双个 请李操 咱们练什么他们练什么 这不是跟咱们杠上了吗 这种招 谁让咱们现在没班长呢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快一点 钢铁班 我说什么来着 来 是 我的什么呢 记住了 你们是救援人员 不是被亏人员 你看看 你看看 什么钢铁班 就会趁咱们班长不在的时候 捡软狮子链 快 快 快 让你们入列了吗 服务 是 是 就你们这成绩 指望你们给钢铁班长脸 一会儿趁早问问队长 期班扩边不扩边 报告 我不是你们班长 用不着和我报告 报告 既然不是我们班班长 能不能别事事地针对我们班 就是啊 你们没明白我什么意思 你们班的班长 医院里躺着呢 你和我说不着 要么就训练把我练服了 要么有气就给我憋着 钢铁班 到 加一架 是 钢铁班 小组转 跑步走 走 走 来 您 快 走 不可怜 对了一想让我带气吧 我心里没底 不对和我说这事了 你的心病得来医院治疗吗 对 好 西山哥 还没睡呢 给小领导发信息呢吧 是另一个领导 好 进来 不好意思啊 你们先聊 我去外面 西城 来 先来坐吧 叶班长 你这病传了 还给我留着后手呢是吧 王班长 王疯子 我人 虽然躺在医院 可是我班里那帮兄弟 还在消防队 现在让他待 他心里没底儿 我心里更没底儿啊 你这是想让我帮帮他 对 考虑考虑吧 王班长 我确实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待过 以后啊 还需要您多指点指点 七班如果哪里做得不好 您就说 我带他们一块儿看 态度不错啊 那我就指点指点啊 你叔叔 你们班除了沾他的光 得了一个集体三等功 你们班哪一样行 叶班长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说 没输赢没转头的事 我能干吗 那这样 以我出院为期限 如果你能把七班 带得跟钢铁班一样的水转 我就承认 你是蓝燕消防队 头号消防员 别 我不用你口服心不服的啊 要不这样 我帮你带他们班 那你才把那四百米障碍赛破纪录的绝效告诉我 你不答应我不带 也为定 牛猛十三秒三 张磊十二秒一 重练 李叔叔十四秒 牛强十二秒四 重练 光折十五秒七 光丰十三秒 重练 王蔡集十四秒二 牛勇十二秒八 所有人全部重练 报告 讲 六十米合格标准是十六秒 我们每组都合格了 为什么要重练 这都已经第六遍了 这都已经第六遍了 就行了 我还不想打算 这都要是 这都没有 这个 这都可以 我还想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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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是 我还想打算 那我还想打算 我还想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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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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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样下去 别说恢复了 不加重都算好的 来来来 坐坐坐 我 我身上伤多了 要是每次受伤都躺着 我还不如提前退休了呢 你就别为难我了 整个住院部的人都知道 你是蓝艳特型的消防英雄 我要是连你都照顾不好 那 护士长那儿 我可说不过去啊 知道了 我会休息的 你等一下啊 我不是说了吗 队里的礼物一律不熟 一般的探视一律不见 那你可就遇上对手了 那个送货的小哥说了 有个姓贺的姑娘 在他那儿订了一个月的订单 所以他们隔几天就会来送一次 那他人来了吗 没见着 我没见着 只有那个送货的小哥 你这人还真是奇怪啊 谁要是送我礼物 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说这么多礼物 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呀 你等会儿啊 我给你换药 一兵 不站 晚上有个安排吗 没有 那咱们看看启恒去 看启恒 他那个人 他可以去探别人的病 别人去看他 他可能会不高兴的 这小子就值得要抢 他再要抢我也是他战场 走 咱们一起去 好 战场 一兵 何警官 你们有事 有事 没有 那你什么 医院我自己去 你们聊着 一兵 你态度能温柔一点吗 我又不吃纵火饭 何人 有事说事 我发现一下新开的西餐厅 想请你吃顿饭 你来吃顿饭 哎呀 走吧 食材特好啊 不去我跟你说你准后悔 你好 请问哪位点餐 我不用了 你点吧 烟熏三温鱼 好 法式奶油蘑菇汤 好 两份七分熟的西冷牛排 好 一瓶红葡萄酒 好 请问还需要别的吗 没有了 谢谢 好 您稍等一下 一会儿给您上菜 你现在可以喝酒吗 放心吧 今天我也想上级报备了 一瓶 宗虎案结案之后 其实我还是挺失落的 所以啊 你还是工作狂特质 那倒不是 或者是不全是吧 当初成立专案调查组的时候 虽然我们忙得鸡飞狗跳 每天查案子 找线索 开会 有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 虽然苦点累点 但我还是挺幸福的 因为那个时候 你还在我身边 我还没想到 你呢 是 你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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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小子不适合你 他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是 他是处处不如你 他不成熟 身上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缺点 但是他只有一点比你强 就是他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爱 依冰 对不起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好好地待你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们应该有成年人该有的爱情和生活了 成年人的爱情是什么 我们要留意的爱情和生活了 我们要留意的爱情和学生 我们要留意的爱情和生活 我们要留意的爱情和生活 谢谢大家